当地时间15日,韩国媒体报道称,朝鲜炸毁了韩朝军事分界线朝方一侧连接朝韩的京义线东海线部分公路。 对于此事,朝鲜媒体尚无报道,但是在本月9日,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就此发表过声明,称要永久切断朝韩连接的铁路和公路,并进行防御设施的要塞加固工程。 声明还表示,以上措施是遏制战争,维护国家安全的自卫措施。 本月11日,朝鲜外部省发表声明称,来自韩国的无人机渗透入平壤散发返潮宣传单。 此后,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发表声明称,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12日已向前线部队下达准备射击的指示。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于正也先后三次发表声明,警告称, 如果韩国无人机再次侵入朝鲜,朝方将坚决采取回击措施。 当地时间14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主持召开国防和安全会议, 金正恩阐明了朝鲜当前的军事活动方向,以及朝鲜党和政府的强硬政治军事立场。 由于此前朝方已经发出过要永久切断朝韩连接的铁路和公路的声明, 朝方的行动也仅限于在朝韩军事分界线的北方一侧, 朝鲜本次的这一举动应当设在执行此前的预定计划。 在执行者前的预定中,